近年来,中国国家级飞衣项目逐渐走向海外,众多飞衣项目也备受海外观众喜爱。 川剧、蜀秀、自贡灯会、棉族年画等一系列诞生于四川的飞衣项目也都有过出海尝试。 在川派飞衣项目不断走出去的同时,飞衣传承人也逐步走向世界,被更多的海外民众认识。 被单戏是木偶戏的一种,被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被单戏的代表性传承人沈小告诉记者,他已到河南、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表演过。 沙克拉布第41届国际末节,在他的市中心的广场也是这么演的。 因为你要知道这国外跟国内根本的不一样,他就是在大街上这么表演, 观众要不就站着,要不就坐在地上观看我们的表演。 被单戏有一个,以前有一个说法,一个人在里面敲锣打鼓,一个人在里面做表演, 就是一个人表演的有故事情节的小木偶戏。 但是呢,锣鼓在里面大家看不到,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把锣鼓摆到外面来。 而且并不是一个人来敲,是一个人带着木偶来敲。 我们特别适合在广场,在露天,也特别适合在咱们的庙会和灯会。 再后来我就在马来西亚。 沈霄表示,去过那么多国家,印象最深还是在马来西亚的公园里演出。 在吉隆坡的略现中的公园里面,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鼎盛的。 它是每到过年,它就要举办中国年,而且举办灯会。 我就在那里,在一个露天的一个半圆形的阶梯的露天剧场。 每年过年我都在那里,而且最早最早是我们去了三个人。 所有的观众去看了灯会,然后每天晚上八点钟就在那个阶梯的那个剧场来看我们表演。 那个阶梯剧场最多能够容纳两千个人,最多的时候就是坐满了人。 沈霄认为,飞翼项目应该更加大胆地走出去,还可以让当地人体验、学习。 没有必要将它们藏于深归,只有亲自参与其中,海外观众才能更加了解这些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韩国驻成都领事馆总领事张提赫的办公室里,就摆放着一件大熊猫图案的鼠袖工艺品。 闲暇时,他常拿出来反复欣赏热爱四川文化的张提赫表示, 虽然大部分韩国民众听不懂中文,但川剧、鼠袖等四川飞翼项目带给他们的感动和乐趣却丝毫不少。 四川文化和历史实在是太丰富、太深奥了。 我才到成都一年半对这方面的了解有限,只能简单说一说我所得到的印象。 四川飞翼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体育。 我想这是四川人的包容性、乐观和热爱生活的态度, 是现在文化艺术的结晶。 最近马拉登,国家等四川美食在韩国非常流行。 边缘等四川飞翼项目也深受欢迎。 我们领导馆会继续和中国文化中心、韩中文化协会、一带一路研究院等各种机构紧密合作。 希望以后有机会给更多韩国人介绍美丽的四川飞翼。 川派飞翼项目走向海外并不局限于演出、展览等形式。 随着四川旅游业不断发展, 青神竹编、棉竹年画、蜀秀、银花丝等飞翼项目还摇身一变成为游客能带回家的纪念品。 四川飞翼项目在海外展现自身魅力的同时, 也成为了推广四川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2018年2月25日,北京八分钟在韩国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惊艳了世界。 以中国国家级飞翼项目由四川舍大木偶军院制作的熊猫队长担任主角。 憨太可居闪闪发亮的大熊猫在冰面上游艺, 与智能机器人共舞,穿梭于互联网隧道, 并向全世界发出了来自中国的邀请。 복参加置信息息 fet不wijの同时, 有名字表冬奥长担任主角和 booty。 乌太可屋豕發射